莫古沐浴生态廊道的翡翠谷步道成为游客必玩的好地方 不过周边乱停车造成部落出入很不方便 游客又没有功德心总是留下垃圾 影响到当地族人的生活品质 同门村长邀集了秀林乡公所 第九河川局还有林雾局 重新规划了停车动线 希望可以改善这里的乱象 莫古沐浴生态廊道的翡翠谷是游客必来游玩的好地方 不过长期受到游客乱停车 留下垃圾 不过如人们生活品质受到很大的影响 同门村长邀集了秀林乡公所反映 同时也邀集了文化及观光客 第九河川局和林雾局前往现场会刊 来解决多年的问题 我们这边真的是翡翠谷这个很旺的一个景点区 游客非常的多 现在越来越多 尤其是在假期 然后暑假这一段期间 真的是造成了我们部落的一些垃圾的问题 还有一些交通的问题 那我们七月八月的话是我们有请 我们有请我们的志工 还有就是我们的山井 全员全部都动员起来 就是有为了要维固这个交通 交通的那个问题 所以就是动向部分的话 有交通的 有志工 指导他们停车位在哪里 那现在的话 陆陆续续 现在因为没有经费的关系 所以现在的话就是看看这个游客的自发性 我们虽然有红色双边都有画红线 但是这些游客还是我觉得就是道德那些问题 还是照样停车 那现在的话我们希望说我们全民做警察 然后我们所长也有教我们说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我们的人力 派出所的人力也有限 那我们如果村民进过那边 妨碍到我们的一些交通要道的话 随时拿起你的手机 可以做一些检举的一些动作 那我要呼应一些游客 拜托不要在我们这个防汛道路两侧再停车了 会影响到我们的通路 许全民表示 只要防汛道路有人乱停车 主人们就会直接拍照 传到派出所来举发 也请大家能够遵守 从此也再一次呼吁游客们 来到这游玩的时候 也把垃圾带回家 来保持翡翠谷的美丽风景 记得就关心转的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